从这个单元开始 我们要进入英文结构上 相当重要的一环 这就是句子跟子句 那么 英文的概念是这样 一个句子如果是由两个小子句组成的时候 这个我们把它当作是大的句子 就把它当作小的句子 那就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主要子句 它前面没有连接词 另外一个是对等子句或者是三大子句 老师先讲对等子句 三大子句后面再来帮同学说明 那对等子句也好 三大子句也好 它前面一定会有连接词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英文两个句子有几个连接词 有一个 那个没有连接词的就叫主要子句 好 现在我们看一看例子 好 这是一个大句子 有两个部分组成 这前面没有连接词 所以前面叫主要子句 后面这个句子有一个连接词 end 所以这个叫对等子句 好 其他三句都是一模一样 前面都主要子句 后面都是对等子句 那对等连接词 常常看到的是end but all 还有一个so 现在我们来看例子 John feel tired John感到很疲倦 而且他需要休息 这个也可以翻词 因此他需要休息也可以 那么像这个地方 tile的要用ed 因为这是情绪的一个分词 说明人的时候要用ed tile不对 tile是这个说明事情的 看第二个例子 money can buy things 钱能买到东西 but 但是 it cannot buy true love 可是钱买不到真正的爱情 第三个例子 being honest or your friends will leave you 要诚实 否则你的朋友会离开你 live就离开你 好 这个地方 有看到连接词 o 因此确定是两个句子的 前面一定有一个句子 后面有一个句子 既然是句子 一定会有动词 如果我们选了being 那这样子 这个句子就没有动词了 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此我们要用圆形动词b 这样子这个句子才能有动词 这个叫起始句 好 后面这个句子叫对等子句 好 下去我们看三题翻译 来第一题 你喜欢炸鸡薯条 这边是主要子句 而这是连接词 但是的意思表示对照 因此后面这个叫 这个对等子句 答案给它完成吧 you like 这个炸鸡叫fried chicken i-c-k-e-n and 你又很喜欢french 薯条fries 所以这个and是连接炸鸡跟薯条 好的and 那后面那句子 a-but 我喜欢用i-enjoy好了 enjoy 也是喜欢的意思 泡面就是立刻就能吃的面 叫instant noodles instant是马上立刻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讲instant noodles 有立刻就能吃的面 哎 我们两三分钟就可以吃的 叫泡面 第二题 我们要快点 要不然飞机要起飞了 好 要不然是连接词 否则的意思 那所以后面这个叫 对等子句 前面没有连接词 这个叫主要子句 主词 主词写出来 为 要就是必须要 必须要 我们可以用must 或者是用have to 必须要等下 hurry hurry就是要快点 后面句子出来了 否则 要不然 连接词 oh出来 再写主词 飞机 飞机有特定 就是我们要坐的那班飞机 the airplane 就要起飞了 will take off 嘿 这就是第二句的 我们必须要快点 要不然 对等连接词已经出现了 这个是oh 前面的对等连接词用but 表示相反的意思 oh 表示否则 继续 我们看第三题 杰克 乐于助人 这是主要子句 and 啊 这是对等连接词 后面就要对等子句 很快就可以结束了 check 主词 乐于助人 就是很喜欢助人 老师觉得用enjoy 也不错 enjoy 三人证加s 后面要加ing 注意 enjoy 后面要加动名词 助人 就是helping people 好 这是前半段主要子句 后面 and 对等子句出来了 这个 and often 这个主词he 可以省略调 often 经常 怎样 帮助 help 残障人士 我们英文就是用the disabled 或者是用 disabled people so hey 这个 就是第三题的一个翻译 那对等连接词and 也跑出来了 所以这里我们应该要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 一个大句子有两个部分组成 那没有连接词的部分叫主要子句 有连接词and but also 这个部分叫对等子句 好 观念 老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